这部电影绝对是一代8090后的童年音乐 真正拳拳到肉的打斗场面 让你体会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 全片的血腥程度堪比电剧狂人 仅仅在香港上映七天 就因太过血腥被紧急下架 但光凭流传的录像带 也让樊少皇一举成名 温馨提示 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观看 这个长相酷似虚竹的男人名叫丽王 在入狱体检时 警报器温温坐下 预警只好请他做顿B超 结果显示他身体里有五颗子弹 你为什么不肯让医生把你身上的五颗子弹取服来 留个纪念 纪念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女友 入狱之前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友 两人过着甜蜜的生路 直到一天夜里 女友无意间发现了飞帮的毒品骄语 逃跑时被飞帮抓住 带回去交给老大 就在飞老大要做核酸时 女友逃了出去 为了保住清白跳楼自尽 看到女友冰冷的尸体 丽王心里悲痛万分 崩溃地跑了出去 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丽王突然出现 黑老大拔枪救手 丽王气功护体连接五枪 黑老大直接吓傻 丽王飞起一脚 踢断了他的腿 又一个冲拳 直接干掉了他 而丽王也因此入狱 这所监狱是所长私人建造 有东南西北四个大仓 分别驻守着四大天王 这里面充斥着暴力与黑暗 而山猫就是北仓的组长 众人对他避之不及 而今天他们盯上了老马 老马还有几天就假释出狱 坐了小木车送给儿子 结果被山猫打坏 忍无可忍的老马 拿着豹子冲了上去 却被山猫夺走 反而用他推平了老马的女 就在他们嚣张离开时 一只脚绊倒了山猫 面部朝下直直地摔到了钉子上 光头去拦截丽王 你得跟我说话吗 吓得他不敢出声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受伤的山猫不甘心 先让人找到老马 诬陷他偷偷记性 然后取消了他的假释 万念俱灰的老马 当天夜里就上吊自杀了 丽王得知消息后 前来送老马最后一程 悲愤的丽王在雨中发泄着病 山猫还串通玉井 放出了关禁闭的大笨相 在丽王洗澡的时候 大笨相不讲武德直接偷袭 还扬言要拿丽王下反 被偷袭的丽王很不爽 直接一拳送大笨相回家 山猫还想用钉子攻击 丽王直接把他的手拧成了麻花 随后又是一拳带子 可能这就是一拳超人吧 此时北苍天王阿海出现 扬言等他见过副所长后 就要让他见识见石家法 随后玉井把他关起来 丽王终于压制不住伤势 赶紧坐下来疗伤 与此同时他陷入了鬼屋 在他拜祭父母时 遇到了善鬼大师 在得知他会气功后 丽王便拜他为师 善鬼叫他修炼气功 随后一掌踢碎他奶奶的墓碑 丽王也打碎他爷爷的 善鬼还准备了他三不六神的墓碑 用来练习 随后举起他三大爷就扔了狗 最后举起他爸的墓碑冲了过去 善鬼哈哈大笑 丽王你真是个大笑的 第二天丽王去见监狱副所长 副所长拿出他女友的照片 趁机定住了丽王的手 还不断用女友威胁他 丽王震碎了桌子 副所长还强 丽王要自翻身躲过 随后一拳挥出 在距离鼻子一铃尼尸停住 强大的拳风让他流出鼻血 而丽王留下一拳 丽王的事 随后潇洒离去 注意看这个帮头 他竟然被吓尿了 原来是与有阿广要为老满报仇 而帮头是帮凶之一 就在阿广要动手时 北仓天王阿海出现了 就下了帮头 阿广对这个决定不服气 所以阿海对他使用了夹锅 还把他绑在十字架上 正义的丽王不忍堪与有受捕 于是单刀附会 两人争斗数招 丽王一拳打伤了阿海 随后阿海掏出了匕首 向丽王展开攻击 用剑鞘里的玻璃粉暗算了丽王 阿海又趁机挑断了丽王的手巾 危急时刻丽王打破了水管 用水清洗了眼睛 又恢复了卡兹兰大眼睛 还生硬地把手巾打了个蝴蝶结结好 阿海见状直接剖腹自杀 趁丽王近身想同归于尽 但丽王直接甩飞阿海 一拳解决战斗 至此北仓天王落幕 丽王拔出十字架 却发现阿广已经死了 囚犯们群起了东芝 想趁机干掉毒眼神 这是西苍的黄泉 东苍的泰山 南苍的白神一起出现 囚犯们口哀之痴 但丽王只想先安葬阿广 不想死太多人 于是吹着树叶背着阿广的尸体离开 而阿海干儿子阿莎就在一旁哭泣 第二天阿莎试图和丽王一两 把树叶吹出声音 丽王看到后 叫他要把舌头卷起来才能吹起来 而阿莎告诉他自己没有舌头 所以丽王把笛子扔给阿莎 吹出声音的阿莎 开心到手舞不倒 还把音速叶给丽王 丽王的女友死在毒贩手上 他恨极了毒品 原来割掉他的舌头是为了保密 在丽王的追问下 阿莎只给他音速在西苍 而这一切都被黄泉看到了 他把事情告诉了另外两人 还叫来了阿莎 白神让他杀了丽王 但阿莎不肯动手 于是黄泉就动手杀了他 丽王看到阿莎的死状 悲愤万分养天长相 于是赶到西苍 把音速花全都烧掉了 姗姗来迟的黄泉 一脚就踹塞了丽王 如果只有一个人 丽王还可以应付 但白神也赶到 丽王双拳南敌四手 就在这时泰山赶到 说不能杀他 自己要和他破招 所以把丽王带到牢房 可独眼龙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开闸放水泥 想给他们来的水银封心 关键时刻丽王挣脱束缚 破门逃出升天 还带走了泰山 但水泥一鸣步 丽王就变成了火体迷宿 独眼龙让人把丽王关起来 等所长回来再收拾他 他终于出现 这个监狱所长不仅会变身 而且还手段残忍 喜目无常 仅仅是因为囚犯地毯没铺平 让小胖子摔了一跤 就被这个所长 用拐杖戳下了眼前 回到办公室 独眼龙向他汇报监狱发生的事 在得知英宿田被丽王烧了后 当场气的心脏病发作 随后他们来到 关押丽王的监狱 谁知丽王早就醒了 还挣脱了身上的束缚 一把就抓住了所长的脖子 就在这时泰山冲了出来 直接一拳就把丽王打飞了出去 被救的所长坐下来准备看戏 丽王被铁棍锁住双手 紧接着泰山一顿输出 最后丽王爆发挣脱了泰山的束缚 随后一拳就击中了泰山的上发 所长看情况不妙 启动了液压机 丽王使出霸王举顶抗准 随后瞅准机会逃了出去 但还是中了陷阱 被所长抓住 第二天所长要活埋力 还上台激情严甲 让囚犯们每人都要铲一敲脱 不听话的犯人直接被干掉 犯人们无奈只能照住 所长说只要丽王七天后没死 他就放了丽王 独眼龙还做死的插了一根竹竿 到了晚上黄泉出现 用狗星堵住了竹竿 但他们没想到 正是这个狗星让丽王活了下去 紧接着还吓起了一眼 犯人们都以为他死定 很快七天的时间到了 挖机把丽王挖出来 谁知道丽王一点是动力 挣脱锁链 飞身一跃 落地动作十分 但被黄泉偷袭 一脚踹晕了过去 虚弱的丽王被铁链绑住 一个狱友悄悄地送来一盘食物 丽王狼童不厌地吃起来 真正的百公里续航只需一碗米饭 随后独眼龙来检查 却没看见丽王 此时丽王正躲在屋顶上 他趁其不备跳下来 先干掉了光头 独眼龙逃跑时摔倒 被囚犯们堵住 狱警还想镇压暴乱 却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最后狱警溃败逃亡 丽王带着人去找所长 所长不管独眼龙死 一枪打死了他 这时黄泉打到 他和丽王打了起来 而白神在一旁偷袭 此时的丽王吃饱了饭 一个闪身费了黄泉的腿 随后打残了他 让他身负不能赠 顽仓白神健壮 想要逃跑 却被所长开枪打死 就这样四大天王三死一会 丽王一脚踹飞了所长 但所长羊巅峰发作 直接超级赛亚人变身 说实话这绝对是变身界的词 简直太丑了 丽王被一拳打飞 关键时刻使出必杀进 奥一只狗一只狗的角 随后翻身上前一个奔雷犬 把所长扔进了脚端机 送他往生极乐重新做人 最后他来到操场 使出拨动拳 打碎了围墙 释放了所有囚犯 而丽王也离开了监狱 开始新的征程 好了今天的电影 丽王推荐给大家 想欣赏更多精彩影片 请关注小毒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